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秦时代的陈老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科学试卷2的回答技巧 首先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是变数 变数在试卷2是100%会出的题目 变数分为三种 固定性变数、超中性变数和反应性变数 固定性变数是实验中不变的事项 而超中性变数是实验中必须改变的事项 而反应性变数就是实验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问题 下表显示指您的实验结果 它把三个相同大小的冰块 P、Q和R放在不同温度的环境下 并记录冰块融化所需的时间 在这个题目中 大小相同的冰块就是固定性变数 因为它是在这个实验中不变的事项 三个冰块被放置在不同温度的环境下 因此环境的温度就是超中性变数 而冰块融化的时间是这次实验的结果 因此冰块融化的时间是反应性变数 我们也可以运用左操右反这个口诀 来找到超中性变数和反应性变数 你明白了吗?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私讯我们 我们将送你独家新点笔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在下方按赞并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